成功 听说这萧门是近期才出现的势力 一出现就入驻封城 百里神秘啊 是啊 这萧门到底什么势力啊 给人一种摸不到的感觉 诸位 带下萧门掌事人萧丽 今日在封城 首次举办拍卖会 若有什么代门之处 还望诸位担待一下 这就是肖门掌事人 区区一个窦王而已 怎么可能压制得住三大势力 就是一个窦王啊 这肖门也太不难黑角玉当委事 黑角玉可不是一个窦王 能说了算的地方 如果光靠你 那这场拍卖会 我看也没有举办的必要了 小子 还是让肖门真正的首领出来吧 韩风再怎么说 在黑角玉也有着不菲的名声 他的城市 还轮不到你这样的小辈作主 赶紧滚下去 你还没有自得站在那里 走吧 别在这儿了 下去吧 肖门地盘上的水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 和二位来指手画脚 Golf 你还遭着 你还没机会 快餐 可不想多生事端 光各位体谅一二 萧嫣 你杀了韩风主 还敢在黑角域样武扬威 他就是杀了韩风的那个萧嫣 真没想到竟然这么年轻 我还以为 至少得是和金妮二老 差不多的年纪呢 二位 既然韩风死于我手 这座藤池 自然也就归我了 黑角域本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二位在黑角域多年 想必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吧 你 这封城是黑盟的总部 韩蒙主虽已身亡 但我二人身为黑盟成员 有权收回封城 自然不会任你再次撒野 你萧门最好乖乖撤出 否则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 韩风战败而亡 黑盟也随之解散 而我作为胜利者接收这座城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两位若是不满 尽管动手便是 黑角域中 没有公平 只有胜败之分 今日便让我们带起韩风了结仇怨 免得他死了都不安宁 我本不想破坏我萧门首次举办的拍卖会 但你二人一再得寸进尺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好狂的口气 今日苏谦以及内院强势未在此处 你也配给我们这般说话 逮了这种的 我们两手将将门特定清理了 皇上可不能够再继续将我手中 这两个老家伙要倒霉了 麻烦我 让这两位安静一些 麻烦我 让这两位安静一些 该死 这不是一脚踢死韩风的那个冷血女人吗 就是她 华长辉我也认识 她不是在追杀小爷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帮她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若与她动手 小命难保 要么 狗一波 狗一波 金老银老 封城可是黑盟的总部 绝不能落在这小子手中 只要两位一声令下 我们兄弟就立刻动手 保证半天之内肃清所有小子 没张眼睛的闯祸 韩风是死在萧门主手中 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 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萧门主说得对 即使你干掉了韩风 那方程自然认你一丑这 这两个老家伙 还真是不要脸 既然二位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了 若两位长老还有雅兴 不妨参加完拍卖会再走 一定 一定 诸位勿怪 先前只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接下来便开始今日的正习 丹药拍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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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 不要再冷折一张脸了 我知道你答应我的请求 有一些受吞天蟒影响的缘故 绝不会以为 你真对我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其实我们之间 也没多大的仇恨吧 当初在地底 若不是你当年带走吞天蟒 我就不会有如今的麻烦事 更不会 现在你竟然还敢跟我说 没有多大仇恨 抱歉 但你与吞天蟒同为一体 应该能看到我对那小家伙 并无半点怠慢 连半生紫金元这种稀罕我 都给他荡水一样喝 小家伙 给你紫金元 又是吞天蟒的回忆 你有这拉扯旧式的闲情 还不如赶紧给我炼制复魂丹 约定的一年时间期满 我若见不到丹药 你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头疼了 三弟 拍卖会完美结束 后面我会派人尽快收集起 你所需的药材 多谢二哥了 有了这些药材 老师的苏醒不远了 这次环兴老师 恐怕会有着不小的动静 在这无尽深山中 倒是再好不过 即使动静再大 也会被山峰给遮掩 彩琳 麻烦了 不要让任何东西打扰我 帮你不速到 提醒了 还会换 Yep 虽然加上 好 我硝烟今日便拜你为师 不知你老人家怎么称我 我名为要老 老师 这药顶也太破了点吧 你臭小子 这么计较一个药顶干嘛 对炼药师来说 炼药本身的修为才最为关键 一会儿把它服下 这样体内的伤势应该便能彻底痊愈了 你这段时间所服用的三文清零丹 药效太强 这般淤积下去对身体并不好 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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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乃 终于烈火完成了 这些药材不愧为天才地宝 竟然需要这么长时间烈火 不过这样最好 可以对老师的灵魂 有着更为强大的帮助 两年了老师 终于可以再见到您了 已经两个月时间了 这种程度的挥霍 你如果继续熬下去 恐怕就得等别人来救你 怎么 你是在担心我吗 我是担心你死了 那抚魂丹恐怕又要落空了 你放心 抚魂丹一定会交到你手上的 你万不利 他的私货关我何事 我竟然会与他说这种话 нам不利 我终于更加cia 我们再看到他 他说这种话 他说什么话 你记得到啊 happened to you 你记得到来 我看不见了 恶忍 你感觉到无聊 他说我看不见了 多虎 你能够见了 你已经打到浅心了 就差一点了 千万不能功亏一亏 自寻死路 老师 我为什么还要去救他 这种家伙 死有因果 混蛋 算你好运 一年之后 我亲手取你性命 不能消费 何救出你 认识 你不介意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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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谁滚出来 美杜莎你想取老夫弟子的性命 可先要问问老夫子力不同意 是你 没想到你竟然能成功地与吞天莽的灵魂相融合 看来我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吧 你也不差 睡了两年反而实力大增 灵魂力量更加强横 既然已经融合了吞天莽的灵魂 为何还留在硝烟身边 我留在这里与你何干 当年硝烟那般如我 你这老家伙也脱不了干系 我没找你的麻烦就罢了 你还敢来管我 好个牙尖嘴利的鸭号 老夫我纵横大陆时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喝奶呢 不过老夫没时间跟你扯屁 等我将这小家伙弄醒后 再找你清散 这小子体内的肚气都枯竭了 两年不见 没想到小家伙的力量 竟然已经强悍如丝 也不知实力到了什么界变 这妖顶怎么看起来 像天鼎网上记载的万寿顶 看来小家伙 这两年日子过得不错 老师 两年不见 您还好吗 为时好得很 倒是你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只要老师能平安醒来 这点损耗不算什么 彩琳 多谢相交 就到你的不是我 是他 并且我只不过是怕 护魂丹没有着落吧 没想到这美杜莎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之后 实力竟然精进如此之大 恐怕就算是现在的我 想要胜她都不会太容易啊 老师不用担心 我和彩琳有一年之约 这段时间内她不会动手的 彩琳 我给起的 用你个小鬼头 就是鬼主一朵 这等心狠手辣的女人都能相扶啊 不过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女人桀骜不逊 驱使得当自然是绝好的助手 而一旦实力 恐怕第一个就把你给吞了 为师传你几副药剂 老师 您睡了这两年 实力似乎各位精进了 唉 算不得什么精进 只是恢复了当年的一点实力而已 想要完全恢复的话 怕是得先解决身躯的问题 唉 那陨落心炎 被我练话了 哼 好小子 就知道你不会让人失望 哈哈哈哈 老师 那个叛徒 也被弟子给清理了 多谢了 小家伙 只是 那日韩风死后 有魂殿的人现身 将他的灵魂给抢走了 魂殿的人 嗯 那恐怕 韩风很可能没有真正死亡 老师的意思是 魂殿会助其复活 不过 他已经死了一次 倒不必过于在意 最令人担心的 还是魂殿这帮诡异的家伙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 我的灵魂提在你身上 日后定会派出强者追捕你 哼 兵来将的 等他们找上门来再说吧 而且我父亲的失踪 也与他们有着一些关系 来了正好 昏身饶命 我与魂殿不顾老人相识 我魂殿堂堂尊上 怎么可能与你这条努力相识 抠出后间 我独知死活 多年前我曾与他合作 谋害过我的老师 并且我身上有他想要的毒性 只要得到死 他一定会终于加上于你的 除了 恋命 其实你也什么 真是个混蛋 你若忽忽心满于我 我会让你追 死亡 并非重结 果然融合成功了 老师 我如今已经融合了两种异火 可以为您炼制躯体了吧 再加上我这古灵冷火 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但炼制躯体的材料是所罕见 所以这事也极不来 需要哪些材料 我如今在黑角域 也有了些势力 或许能搜寻到 这些东西 可不是靠人力搜寻就能得到的 好吧好吧 其实要的也不多 最主要的只是三种东西 第一 神骨龙血丹 七品顶峰甚至能够踏入八品之列 第二 七阶魔兽的精髓血脉 可惜想要得到此血脉 便必须击杀一头 足以与斗宗强者相拼提的超级魔兽 第三 一具斗宗强者的骨骸 一些不弱的势力中可能会有 不过 你若敢去动别人祖宗尸骨 恐怕人家会脱家带口地来找你拼命 这三样东西 你怎么了 生骨龙血丹 七阶魔兽的精髓血脉 斗宗强者的骨骸 这些东西 即使极难弄到手 所以我说你急不来 你能有这份心意 我便很欣慰了 放心吧 老师 我记下来了 日后想尽办法 我也会把这三种材料 弄齐全 等你真的炼制出具体 待我融合后 实力应该会比当年巅峰时期更强 如果真有那实力 就算是去你那小女友族中为你提亲 他们也会正事与我 都剩其变他们方才会正事吗 好了 不用想太多 以你的天赋 迟早能够具备配上你的小女友的资格 二十岁的窦王抢着你 虽不敢说赌你一个 但也足以傲视无数人了 老师 还有一事 这是 这便是世生丹的丹药和药方 是我二哥偶然所得 你 别告诉你二哥吃了支丹药 当时我二哥以为我身死寒风之手 为了给我报仇 便服用了此丹 透支生命 身为窦王 如今 只剩一面寿命 这 这 怎么这萧家的咋儿们都这副德行 老师 难道这世生丹 就真的没有办法解开了吗 万物相生相克 有毒药便会有解药 虽然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不过也可以试试 那便老板老师 研究一下这东西了 嗯 时间交代完毕了 赶紧安心休养吧 赶紧安心休养吧 嗯 世生丹哪 想要找到解开的方法 谈何容易 这老师 可当得不轻松啊 嗯 二位最近可见过萧妍 自从拍卖会结束后 就没见过那家伙露面了 莫非 她已经不在封城了 不再最好 整个黑小玉最不待见的就是她 要不是萧门突然冒了个萧妍出来 方程现在 早被我们牢牢握在手里了 你们说 萧妍这么久没出现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黑角衣这么乱 哪天没了个洞王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哥 隐 biết 你的え 全杜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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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人 恢复实力了吗 看来不仅伤势全域 还有这些精进啊 从天分练起打出来 也有好几个月了 若还停止不前 可就没有资格回加马帝国了 加马帝国 没想到 帝皇爷就离开三年多了 是啊 又一个三年 第一个三年 受了拿来燕燃的退婚之中 第二个三年 又被云兰宗追杀得 犹如丧家之血一般 不过 第一个三年之中 我已经彻底讨还 这第二个梦 或许也不远了 你倒算什么时候回去 快了 这次回去 我会带上不少 在黑角域中结识的强者 一举轻负云兰宗 这次 不能再出半点意外 小丽兄弟 小丽兄弟 当初我们约定会随你们去一趟云兰宗 可那云兰宗是有着斗宗强者的 若是没有萧门主 以及那一位跟随 我们可不敢去呀 萧炎已经三个多月没露面了 什么联手攻发云兰宗 莫不是消遣我们三人的玩笑 这黑角域太过混乱 而且如今封城如此招人注意 这萧门主出门在外 可别是出了什么岔子呀 你门主的势力 还轮不到几位操心 怎么 三位是对当初的约定 还有些疑问 若是有的话 直接与我说好 小门主别误会 我们今天只是来寻萧丽兄弟 商讨联手之事的 既然三位还有合作的意向 那就请做好准备吧 两个月内启程前往加玛帝国 事成之后 黄极丹和萧炎会双手奉上 好 那一切便于萧门主所言 好 你个小子 可算回来了 封城的烂摊子 可把我给折腾惨了 二哥 做好准备吧 或许这两月中 我们便是得回加玛帝国了 好 这一天等太久了 我接下来 还要去内院一趟 召集人手的事 便交给你了 内院什么时候来了 这么多大美人啊 身材太好了吧 哎哎哎 他身边的臭小子是谁 他 好像是旁门的首领萧炎 萧炎 那任英雄 难怪两人如此般配 原来是美人配英雄啊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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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大长老 大长老 您先别急 我和他之间的事 暂时解决了 你这小家伙 一离开便是几个月 这种行为 简直能让我给你 颁个不良学生的称号了 怎么 这次回来又有什么打算了 大长老 两个月内 我就要回加玛帝国了 到时还望大长老 能照顾萧门一二 你这小子 竟然要我一个内院之人 去帮你照看黑角玉的实力 不过以学院的实力 顺手照看下倒也并不麻烦 萧炎在此 先多谢您的关照 碍于嘉南学院 在大陆上的特殊身份 所以在云兰宗的事情上 无法给你太大的帮助 萧炎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大长老帮我的已经够多了 不过一些人 虽名为内院长老 可依然是自由身 比如林燕他们这种 他们私下要做些什么 内院也不会多加干涉 云兰宗在加玛帝国根深蒂固 那云山也是货真价实的 斗宗强者 若是一个大义疏忽 怕就再也没有了 卷土重来的机会 一切小心 小子明白了 多谢大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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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长老